我們去布拉格的路上一開始先吃早餐 那這個是他們的Pretzel 就是德國很有名的點心 我們還買了Ginger Ale 我每次旅行的時候都會喝這個有點像薑的汽水 那我每次旅行的時候也會穿我最舒服的黑色褲子 還有我的保外套跟我的太陽眼鏡 再往布拉格的路上出發囉 我們第一站是他們的Mall 你看這個廁所好漂亮 有沒有 然後我喜歡來Birkenstock買一些鞋 我們買了三雙 我應該會有一些要賣人 那我們還來麥當勞買一些薯條 在路上吃 那我們已經到布拉格了 這個是他們的查理河Charles River 很漂亮很有歐洲風的感覺 這是他們的路上 這是我們的旅館 然後旅館有自己的房間 看起來還不錯 只有點熱 布拉格的街上 非常漂亮 然後天氣也很好 我們今天晚上出來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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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德國餐廳 那我點了鮭魚 還有我們點了一些意大利麵 那這個是甜點 是手工的藍莓派 非常好吃 我都把它吃光光了 有兩個派我是自己一個人吃的 今天晚上吃這一家 然後他們的夜景也不錯 然後這個是河旁邊 今天穿了衣服 上衣是我自己做的喔 然後牛仔短褲 那我們現在來吃早餐 這個是他們旅館的自助食早餐 那我就吃了一些天食 還有優格跟水果 那個是柚子 然後這裡有捷克的傳統的糕餅 之後呢我們去了布拉格城堡 那有人在玩泡泡 好大的泡泡 然後布拉格街上也有賣這個水果 還有賣一些他們的小吃 然後往城堡的路上爬 有很多階梯 然後呢這個是上面的view啦 我們捷克的國旗 然後這個是城堡裡面的街景 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是城堡裡面 旁邊有個大教堂 可是我們沒有進去 有更多城堡的風景 有更多城堡的風景 然後這裡有個陰涼的地方 所以我們決定坐在他的椅子上休息 然後天氣很好 然後這個是城堡最上面的風景 然後旁邊有葡萄園 現在有釀酒場吧 我猜 然後這個是我們去另外一個公園 然後在這裡休息一下 然後之前有爬這個塔 不過這次我們就沒有上去了 然後我被拉去一個鏡子迷宮 那這個就是他的入口 那我其實很怕鏡子 不過裡面是還蠻好玩的啦 那一點也不可怕 然後下午茶我們就來這個很有名的咖啡屋 來吃飯 然後裡面的裝潢都很漂亮 然後以前愛因斯坦也很喜歡來這裡吃 然後卡夫卡那個作者也是 然後我點了這個是中餐 點了quiche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一些麵 叫Niosh 然後沙拉 鮭魚沙拉 然後這個是他們傳統的糕餅 然後我最喜歡的草莓捲 很好吃 每次來都會點 然後這個是蛋糕 還有Waffle 那這個就是街景啦 他們很有名的Tweedle Nick 就是有點像餅皮 然後裡面放冰淇淋 我這次沒吃 不過去CK會吃 然後坐在這個高高的地方上 然後可以看到 查理河 很漂亮 然後很多人在坐船 可是因為我會雲船 所以我們就沒有上去坐了 然後這個是街道 然後這個是街道 然後他們在整修 不過他們街景還是非常漂亮 那晚餐就來吃披薩 那是我點的lasagna 還有麵 哈囉 不好意思我的Vlog 就有點這樣子結束了 不過我現在在雷根斯堡 那因為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在拍 不過我今天去買了東西 然後想給你們看看 好我買了 這個我去H&M 買了 一件這個 內衣 上衣 不知道 可是 粉紅色 然後這裡是什麼材質 Velve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耶 反正軟軟的 然後想說去加州 棉的短褲 也是粉紅色 這兩個是 我搭配了一組 然後呢 ZARA在特價 所以我去ZARA買 這個 這都很便宜 那個短褲 5塊錢 然後那個上衣 7塊錢 然後這個是去ZARA買的 這個外面是 這個 像王子狀的 然後裡面是棉的 然後有點 這個圖案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個才6塊錢 然後呢 也同樣去ZARA買了 這個深灰色的上衣 前面就 就這樣子 然後後面 這裡剪了一半 然後後面有這個繩子 這樣子綁起來 還蠻好看的 那我回去美國的話 都會 傳給你們看 然後呢 我去書店買了 筆記本 因為 想說去大學 可以開始 寫 手寫字記 想要嘗試一下 然後 因為最近要旅行 然後我一直想要一個很久的 然後這個是 Rituals 的 那個 裝 那個是什麼 裝護照的 然後 上面有這個圖案 然後前面寫Rituals 然後後面寫 寫 Everybody smiles in the same language 所以我覺得蠻可愛 然後 很方便 很輕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就 這樣子 沒有買很多東西 可是我在德國 有買一些化妝品 所以到時候 回去美國也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就先到這樣 我去維也納 還會再 錄更多影片 掰掰 掰掰 拜拜 好 拜拜 來 拜拜